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大略省一所大学内的Tim Hordons电音网传视频显示厨房天花板由老鼠而引发关注 五 安大略省公立高中教师投票赞成省内公立中学教师工会合约为期三年 包括涨薪和提高工作条件 中国新闻 一 双节期间出行拥堵数据揭晓 据百度地图统计 广东的赵庆市成为全国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 而勇管高速的惠州段拥堵长度超过50公里 被评为全国最长高速拥堵路段 二 月饼销售不畅 今年的月饼销量在电商平台上累计为9.1万 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43% 而螺丝粉月饼成为跨界美食薪酬 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 三 华西地区降雨天气增多 中央气象台预报 未来十天华西地区将出现多日降雨 同时北方地区也将迎来降温降水天气 特别是30日 湖北西南部 重庆北部和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四 博物馆取消预约制 北京 湖北 辽宁等地区的大部分博物馆 已取消预约参观机制 而三星堆 故宫博物院和墨高窟等热门景区的门票 在未来几日已售清 五 三十一省份8月CPI数据公布 其中14地的物价出现下降 贵州 河南 山西等三省份的物价连续5个月回落 六 苏州成为中国第15个特大城市 苏州的GDP超过2万亿 人口超过千万 而北京的二手房9月成交量 环比大增四成 七 地产促销活动 江西辅州市中心城区举行买房抽大奖活动 最高奖金100万元 同时 苏州公积金新政允许贷款额度上调至110万元 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20% 八 重庆学校装修后出现学生不适情况 一所重庆小学装修后 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 过敏和恶心等不适症状 当地已成立调查组 同时 媒体报道山西大同的学校欺凌事件 表示施暴学生不适合继续在普通学校就读 九 内蒙古梁起31年前命案得以侦破 通辽市警方成功侦破梁起31年前的命案 恶势力头目为谋财害命 将尸体埋在后院 经过警方的连续深挖 终于找到被害人的尸骨 并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10 贾跃亭造车投资惨重 贾跃亭投资造车九年 投资总额约为219亿元 但仅交付了三辆车 该公司的股价一夜间暴跌超过44% 近两个月的跌幅高达95% 股价从8月3日的26.7亿美元 跌至1.37美元 11 嫦娥六号任务顺利推进 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前后发射 将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进行采样返回 科学家表示 月球背面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国际新闻 1. 巴基斯坦爆炸事件 据外媒报道 巴基斯坦29日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导致至少55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同时在叙利亚美军控制区的冲突 已造成28人死亡 2. 印度紧张局势升级 印度的曼尼普尔邦由于暴力事件再次陷入紧张局势 部分地区宣布实行宵禁 此外 纳卡地区的燃料库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70人 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3. 美国悬赏寻找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遇刺事件幕后黑手 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 希望找到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遇刺事件的幕后黑手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印度外长 敦促印度和加拿大两国合作调查 针对西克教领袖的谋杀事件 4. 北约与英国防官员访问基辅 北约秘书长和英国国防大臣于同一天访问基辅 而波兰司法部长称 去年发生在波兰境内造成两人死亡的导弹事故 是由乌克兰方面发射的导弹所致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 本周加拿大遭遇了一系列网络攻击 其中印度黑客组织印度网络部队声称对此负责 据报道 尽管此次网络攻击未涉及联邦政府核心基础设施 但仍给多个官方网站造成了暂时性的访问困难 首先 周三中午 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官方网站 遭受了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导致移动用户暂时无法访问 不过 问题在几小时内得到了解决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确认 这是一次典型的DDOS攻击 即通过大量机器人多次访问网站 使其无法正常加载 军方进一步说明 该网站与国防部的政府服务器 以及内部军事网络是相互独立的 事件仍在调查中 随后 加拿大众议院网站 也在周四受到类似的攻击 多个页面加载缓慢或无法完全加载 DDOS攻击从周一早上开始 官员们指出 众议院的系统已按照预案进行了反应 保护了网络和IT基础设施 IT支持团队已经采取了缓解措施 服务得以适当恢复 但仍在持续监控此类活动 参议院也在处理相同类型的网络攻击 尽管面临较多网络连接尝试 但系统和控制仍按计划运行 确保网络和IT基础设施的安全 同样 在周三午夜 加拿大选举局网站也遭受了约一小时的网络攻击 该机构强调 其网站未包含任何敏感数据或信息 并由外部服务提供者托管 受到内部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的实时监控 能够快速发现并处理任何异常情况 加拿大信号情报机构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表示 通常不会确认具体的网络攻击事件 而是更关注攻击行为的类型 在9月15日和9月22日 该中心曾警告 沃泰华 各省 金融和交通部门出现多次BDOS攻击活动 特别是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加拿大期间 该网络攻击事件似乎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最近的一番言论有关 杜鲁多在9月18日的议会上表示 有可信的指控表明印度参与了西克教独立活动人士尼贾尔的暗杀事件 这可能激怒了某些印度黑客组织 导致他们对加拿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发起攻击 最终 卑诗省长尹大卫指出 加拿大与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正经历低谷 这不仅影响了卑诗省的经贸往来 还影响了人民的日常交流 他已与沃泰华讨论了相关议题 并强调了多元化卑诗省经贸 开拓更多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二 近日 美国国会一名工作人员透露 中国黑客通过微软电邮系统 成功窃取了美国国务院账户内数万封电邮 此次事件加剧了中美间的网络安全紧张关系 并引发对微软为美国政府提供服务安全性的关注 共和党籍参议员施密特·埃里克 史密特在一场由国务院IT官员主持的简报会后呼吁 应加强应对此类网络攻击的防御措施 并审视联邦政府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问题 是其为潜在的安全弱点 此外 据报道 自今年5月以来 中国黑客组织已入侵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 20多个组织的电邮系统 窃取了大量的电邮数据 尽管如此 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政府散布虚假信息 并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和网络窃密者 对于此次事件 美国国务院暂未作出回应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